欢迎来到新来港电影Sci-Fi全面看 今天其实应该是这个星期这个世界这个宇宙 都是在讲多元宇宙 我们刚刚在咪后才讲起,在香港的戏院开 这个Doctor Strange是中文,香港就叫奇异博士 失控多元宇宙 同一时间,杨子瓶那一套叫奇异磊合打救宇宙 名字是差不多的,可能买错了票也未定 不过杨子瓶那一套也很好看 当然,制作不值就不及这一套 但是很有趣,这一套未上IMAX之前 这个Doctor Strange未上IMAX之前 其实是杨子瓶那一套上IMAX的 IMAX只有一套,同一时间只有一套电影 杨子瓶那一套上IMAX也上了两三个星期 现在今天换了这一套 今天我们有Alex 有Mike 当然有我了 我们三个人里面 就看了三个人 在三间电影院里面就看了四个版本 这样 Mike就最厉害了 Mike根本上了一天,已经看了两个版本 正式上了一天,星期四上优先场 星期四上优先看道比 星期五上优先看了IMAX3D 我昨晚看了普通版的3D 我只是看了普通版 很普通的版本 为什么要找Alex 因为他先前跟我说 这一套你看之前要看 Marvel的剧集 Wonder Vision 这样才明白 我没有看过 所以我就不是完全明白 看动画 OK 因为有些东方会牵涉到 比如Captain Carter 牵涉到多重宇宙 OK 我怕我漏了说 我昨天去看 这套3D版 那个气氛很好 一张票也卖了 全部卖了 雙残位也卖了一半 这样的 那些预告 Mike你在戏院看的预告 我喜欢看预告 但是这些预告通常常常重复 我就很少去 很少去看所有预告 我通常迟少也会入场 但是昨天的情况很奇怪 昨天的情况是晚上7.9 我7.7已经到了 想进去坐一下 已经整间戏院爆满了 那些人很少早到 你也知道在美国看戏 预告是要播放 10分钟 25分钟 5分钟 5分钟 即是他告诉你 7.9开其实是8.2才开 但是昨天的预告没有失望 昨天预告有雷神第四集 还有一套很厉害的 提醒你要戴上眼镜才去看 预告就是千呼万唤等了10年的阿凡达尔 那个预告真是厉害 有个3D版预告 3D版预告 你直接进去清晰到4K 那样 好像身在其中潜水 阿凡达尔 在美国就会在十二月 应该是圣诞档期上映的 这一套就有机会会打破 不知道会不会 但是有机会 即是也有这个potential 会打破这个历史记录 这样 我记得就先说到这里 那 我想 交个咪咪给阿Mike先 因为阿Mike看了这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你是同一间戏园 同一间戏园 同一间戏园 但是不同版本 不同版本 那里面的人的反应是怎样 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 第一场 先说道比 道比反应 就 或者入座率 爆了 爆了 即是连前边都买了 第1行都买了 第1行已经买了 那 那个反应就是 这一场是比较大一点的 即是有些特别角色出来了 都不怕说 就像ex教授 Captain Carter 和神奇四合 出来是有拍手掌 我那一场也是 教授出来是拍手掌 那个是最原先的造型 就是他出来是令人振奋 因为我觉得 没有东西能看得到那个造型 最主要来说 因为这次是Fox 他回归了之后 第一次有Fox的孽普角色是回归的 对 有一个象征意义 在这里 所以那些人就很乎着弱了 昨天我看到的情况就是神奇四合出来的时候 大家拍手掌 但是那位博士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是拍手掌 还有一个叫 在那里叫 你那一场 你那一场 第一场 就跟你差不多 但是我第二场看 这个IMAX3D 是没有反应的 不知为什么 是没有反应 反而是神奇四合 是有人 不停叫 拍手掌 不停叫 IMAX IMAX 昨晚 满不满? 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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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朋友知道 IMAX 美国的IMAX 是五百多个座位的 满了 满了 但是没有人欢呼 没有人拍手掌 没有人叫 我觉得很奇怪 很神奇 会不会 第二天 看人看第二次 所以知道了 不应该 而是 因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天完了之后 到第二天 其实那些人都已经知道了 漏了口风 但是你五百多个人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竟然是 没有反应 出来 连 Professor X 出来也是没有反应的 我觉得奇怪 只记得神奇四合 才有反应的 整场戏 整场戏 是直至到最后 Clear 出来 那一刻 是有些 反应的人 最大反应 反而是最后 那个所谓彩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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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不停地打自己 然后说 It's over 最后那个彩蛋 我们在那里笑 最后那个彩蛋 其实 其实我想说 那个可以是彩蛋 又不是彩蛋 没错 是玩东西 那个是玩东西的 那个反而是 整场戏 反应最大的就是这个 It's over 因为其实有两个意义的 第一 是他 打自己打完 第二 他看着镜头 跟你说 完啦 完啦 回家了 还坐在那里 It's over 所以他其实这部电影是有两个位置左右 是有望镜头的 就是打破了第四度空间 就是望着观众 一个是Wander 另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 阿叔 但这个阿叔其实也 带有来头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虽然是 是客串 但是他也带有来头的 以前拍的 拍的 那个 不是有一个人 一只手 就是 short gun 另一只手就是 是一个的电脚的 打丧尸的 我不忘了 是他来的 是他来的 那个叫做人魔 鬼玩人 好像 鬼玩人 是的 我没有看过这个 但是我认得是他 我有看过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那个人 是的 就是他这个character 就是做那个 在那里卖 披萨堡 那个那个人 自己打打自己的衣服 星期那个 拉臭 你说 我留了个人说 昨天 入场 就是 九成人 已经是 未开预告之前 入场 一入场 一开始 开预告 关灯的时候 是全场拍手掌 就是人家的电影都没开始 已经全场拍手掌 哇 很高兴 好像 看演唱会 刘德华一出来 刘德华一出来 刘德华都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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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已经开始拍手掌 全场拍手掌 全场拍手掌 我两场都没有 这些反应的 没有啊 那接着呢 上节目的时候 我很留意到 因为我坐最后 是 只是有一个人走 就是上节目的时候 就是全场 99.9的人都坐在那里等彩蛋 坐到最后 你这场的气氛很好啊 我是见到有人离开的 但是他那种离开呢 是在门口那里 还在徘徊 还在看着看着镜头 就是他不是坐在那里 他离开了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 是在那个出口 出口的位 还站在那里看着 你知道我通常都是那种人来的 你知道那种人通常是 你知道那种人通常发生什么事 急疗啊 但是又不知道有没有彩蛋 然后又怕涉及了 不是啊 你要明白啊 因为如果一散场 你不是在最 差不多门口的附近 然后你要排队 然后 是啊 还有你又不知道 还有你又不知道它是 中央资金镜 还是中央资金镜 是啊 你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去了厕所回来 但是那段时间 你其实是中央资金镜了 中央资金镜了 所以人就站在出口那里等的 很奇怪很好笑的 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情况 我昨天在AMC 通常AMC现在很多人都上网买了票 或者有些用A list 像我们那样 但是昨天有一个情况就是 排长龙买票 代表那些人没有A list 也没有上网买票 那种传统的戏院文化 那些人真的拿着信用卡 或者拿着一张20元 就去买票 即场买票 即场买票 昨天差不多所有戏院 都是做这一套Dr. Stranger 大堂爆了 卖炮谷的那些都打了蛇饼 即是买东西 他进来 即是我看7点多 每个人都肚饿的 即是你昨天星期五 通常那些人是放工来看的 是吧 正常 那我昨天看完 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是看了 李安纳顺那套Memory 你的Memory有多少人看呢 我有看过 我是上个星期四看的 大概 40%到50%的人看 我昨天看了五个人 反差多大 他做了整个星期 他做了整个星期 对 但是你看看戏院的編排 差不多所有的场次 都是给了Dr. Stranger 这个星期 是的 不是他小的 他小头大 他小头大 他都等着 你说多重宇宙 那些人都很期待 他那个宣传做得好 因为你始终 Disney Plus 做完Wander之后 Wander Vision之后 其实人们很期待 究竟Wander 那个后组的故事 是怎样的 是 因为这个是 Dr. Stranger 在Spider-Man那里 开了个头是多元宇宙 那他开了之后 就跟着 其实是会有 后 即是有首尾跟的 你开了个多元宇宙 其实是有首尾跟的 而他 他 刚刚就是 因为他女朋友 即是他 去那个 结婚 去 那个 餐宴那里 婚宴那里 折救了那个女孩 Rachel McAdam Rachel McAdam 那个叫 美国小姐 是 那 那时候 他才知道 原来 那个多重宇宙 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 他就去找Wander 所以就把两个 两个 连在一起 那 那 你看见我 在群组那里 我看完 只是一个字 DAM 接着我没有 我没有 后来我想 怎样说好呢 普遍香港 普遍香港的 留言都说 我在群组看其他 他们说DAM 这套 但是我说不下去 因为一说 其实就是 穿桥 我在共产党后来也说 这套不能说 一说就穿桥了 所以 其实我 想不到 怎样去说 因为 说任何东西 其实都会穿 那么 过了 过了两天 今天 大家可以坐下说 是 第一个彩蛋 就预告下一集会有 Charlie Ferron Charlie Ferron Charlie Ferron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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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ie Ferron 什么系列都玩了 现在给他 他不是又是后来加入Fast and Furious的吗 Fast and Furious 他各个系列都找他 DC还没找他 DC还没找他 是的 DC还没找他 DC可能还找他 也不奇怪 是 想说一说一个都市传说 是 传闻说这一套 要像扭弹机那样 扭到哪个结局 就是哪个结局 是的 不止一个结局 是的 那么我们几个人看了 都是同一个结局 就是 能不能说的呢 都说了 就是变了三眼 是 你们听到坊间的传闻 为什么会有这个传闻呢 为什么会有两个结局 这件事 初初听说 两个结局 是不是宣传伎俩 不知道 但是初初听两个结局 就是说 一个版本就是Wander 是Villain 是做大反派的 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Dr.String是大反派的 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初初 有方式 不止两个结局 这是两个故事 如果是这样 两条快脚 是的 他应该是在里面的多重宇宙发生时 出现了两个版本 因为 他就说因为是多重宇宙 所以变了他们宣传的时候 多重宇宙就是看起来 有不同的版本 应该会有 所以才可以配合多重宇宙这个概念 所以一直传言出来 坊间 是有两个不同的结局 那么 领导片的 情况 这个different 分别 是有二十分钟的 有二十分钟是不同的 但问题是 他就没有说明是怎样的 但结局就应该一定不同 因为 我听回来那个结局 就是听回来的版本就是说 最后结局出现的是邪恶的Dr.String 和Bunder 还有那个结局就是 没事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的 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的 但是这个是坊间传言地传出来 变成了 正常来说 就是配合应该 大家看有不同的 多重宇宙 就是说你今天看1点钟 或者下午看4点钟 就变成了有不同的世界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 又是这样的传言 所以 我们一直都 这个都说了 两个多星期 明天说了有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会问 想问戏院是不是 只有这两个结局 但是 好像没有人问到的 所以大家就去看了 去求证 是的 是不是真的呢 我想要过多一段时间才知道 但是 你是不是看了两集呢 我看了两场 结局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会不会 你觉得没有呢 我就不知道了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 其实他真的拍了两个版本 但是他有一个 不会在戏院放著 等你过了 票房过了一亿了 他才 扔第二个版本出来 或者 DVD会加入 一个什么 Directed Cubs 应该就未必了 因为如果你这样玩 你以后是不是两条故事先发展 你就会 令到自己很烦 所以我想 他 用回这个版本就算了 用回这个版本 他不会再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出 有可能是因为 试影版的时候 看完之后 后来立刻 立刻 立刻補拍 听过補拍也不少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 另一个版本 就是现在我们在戏院看那个版本 OK OK 因为如果多重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结局 你变成你走出去再 拍DOTA STRENGES 你究竟根据哪个版本结局走好呢 你当然 如果你继续 如果你再继续跟关那条线拍 两边的预算就越来越大了 你变成就无止境了 还有观众会很乱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我这些 尤其是我这些 没什么怎么跟 是啊 是啊 你见到的就是 我刚刚看了这集 比如我看了A结局 下次看 为什么出来的 情绪和上次看的不一样呢 因为可能 有B结局出来的时候 那条故事线就不一样了 但你休闲看的时候 看了另一个结局 你就会乱大路 是啊 但我相信它应该是有第二个版本 只不过就是 是不是在戏院放呢 因为当时宣传就说 在戏院放的 让大家自己去 去估计的 我当初以为是 电影公司的伎俩 等你们这些人看两次 进入戏院 因为 正常你们的粉丝 看完一个结局的话 不是啊 但有第二个结局 怎么都博博共 都进去看 买票看第二次 那票房三星也都会 有好 刺激一下 还有 这个也是一个话题来的 那你想想 一套 一个 Title的电影 但有两个 不同的版本 那你想想 是挺过瘾的事 就是 你不要说他后面 后续的结局 怎样再拍 但是听起来都挺吸引的 所以当时 风传都在说 要看两个 因为 那时候就说 一套是有20分钟不同的 里面有20分钟是不同的 但问题到现在就 未知了 是的 其实呢 这一件事呢 港产片是做过两次的 起码 第一套 第一套就是 古惑仔 古惑仔 为 但是通常不是为了 取悦观众 而是为了入另一个市场 陈浩南 就是马来西亚的版本 陈浩南的结局 原来是警察的臥底 臥底 然后第二集又出来 又是古惑仔 那些人又乱了 另外一套就是 嘉有喜事 当时的那个 韩国版 韩国版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发行商 他就很喜欢 他就很喜欢 港产片的那种英雄本色 我后来 搭飞机回香港 才看回那个版本 香港是从来没出过的 嘉有喜事 周星驰的版本 就是周星驰 拍那个原装的 到了最后 有一场枪战片 其实不是喜事 到最后死了 那些人 就是英雄本色的枪战片 加进去 当然 当然 第三个有做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无间斗 入大陆 就是无间斗 不是没有试过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通常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发行多过一个版本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那么 但Marvel 没有这种玩法 唯一就市场 就会 另一个版本 去那些地方 没有啊 美国不会这么做的 就是你过不了大陆 你就过不了大陆 昨天 这套也上不了大陆 你不能说什么自由神像 是不是自由神像 不是 自由神像是Spiderman 这套是大纪元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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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还是法轮功 在的士上 有个广告牌 不知道是法轮功还是大纪元 你看看美国是不妥协的 那里的广告牌 其实是几秒 那里可以剪掉 不知道 他不妥协 不想就算了 但是你说回GZhub 其实我就不太明白 自由神像 不关事 为什么 中国大陆 已经禁止了 其实都是美国 自由神像出事 又不是 中国大陆的 天安门出事 为什么我又不太明白 又关什么事 好像没有什么 是藉口 是 藉口 你刚才说的 很简单 你可以买一张 你会看 Spiderman 还是看 祥春活 我当然看Spiderman 就是了 但是 Dunny会看了 祥春活 都说你只能买一张票 如果 你只能买一张票 你会什么 你不要忘记 不需要钱 我什么都看 你不要忘记 你 这些外语片进去 其实是在描述他的外汇 是在描述他的外汇 他现在不想外汇走 你明白 他怎么会让你这么多外语片上 而且他有 他有保护制度 每年 每年荷里汇好像只有二十多套 所以在大陆争取得很难 索性 随便找个藉口 你拆个自由神像才说 我确定不明白 为什么要拆个自由神像 打格子就算了 不想不想就算了 现在不想 不犯了 那你问他 我打格子行不行 我打格子行不行 打格子就不要看了 那些格子很麻烦的 你打了格子 我以为不是自由神像 以为 更坏 你打了格子 我以为是民主女神像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仗 那些人有下想 更坏 不,自由神像都不可以 可以可以 这套戏有自由神像都不可以 我想问上海的自由高达 是不是拆走了 凡是有自由两个字都不行 你说这套戏 说回奇宜博士 这套戏 后来 有一场 大家好像一起在那里练功 是的 我觉得那里有点像少林足球 最后呢 最后呢 大家都要一起练少林武功的 这样 强身健体 我有这样的感觉 我看的时候 我看的感觉就是 这场戏 像上戏 最后的十环球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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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群人在那里练 哈哈哈 其实也不太合理 你整个场 是工地来的 因为叫做修复 还要这么小的地方 还要一群人在那里练功 又好像奇奇怪怪的 是 台湾 最后再练好 不要这么急 你不要忘记 它们是法术师 整有多难 变一变 灑一灑就整好 那个地方 不是啊 他真的 叠鸵是收纪的 叠鸵收纪的 不是变魔术 叠鸵收纪做样子 对啊 我不敢不知 我看到他們在開工,在搭棚,整理智慎所 這次還有智慎所那邊,好像是愛爾蘭還是蘇格蘭 跟著香港那邊都過來幫忙,跟著還要整理兩句廣東話 由於我一直看過 End Credit,你就會看到這部電影在哪裡拍的 原來他是在冰島和夏威夷拍的 冰島我看到,夏威夷也看不到 他一起上過字幕,寫明冰島和夏威夷 他不再在Georgia,這個題目說 你記不記得迪士尼開了一個很大的片場在Georgia 他本來想著那邊的東西便宜 在那邊拍攝 後來喬治亞州通過了那條反同性戀法 所以你記不記得 《復仇者》的1,2,3集其實都在Georgia拍攝 就是他下面寫著 他後來那些電影已經撤出,現在不再在Georgia拍攝 因為Georgia本來喬治亞州,他本來給了很多信息給他們 有給他們製造工作機會 你知道美國本來都是50個州在那裡欠這些生意 現在他們的迪士尼全部撤出了 全部撤出了就是因為喬治亞州太保守 你也知道迪士尼都是左膠 所以現在的電影,我都頗留意他們新的電影在哪裏拍 冰島,有些在加拿大拍 有些在紐西蘭 紐西蘭也有 上戲就在紐西蘭拍 其實梁朝偉沒有來過美國拍 整套戲都是紐西蘭 紐西蘭也很漂亮 你想一下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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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說是新三國無雙 都不是在大陸拍的,都是在紐西蘭拍的 因為他的景色很漂亮 三國無雙 講一下特技 Mike你看了兩個版本 一個是道比版 道比版就是聲音效果 以及眼球的視覺效果 以及3D的IMAX 講一下這次這部電影的特技 比對於以前MARFEL的電影 或者Alex可以加入 這個 他這次的特技 玩了一些新元素 他穿越多元宇宙 因為美國小姐有一個能力 就是可以穿越多元宇宙 多重元宇宙 他有一幕是穿了 我計算過是有21個宇宙 而他是一秒兩秒一個宇宙 一秒兩秒一個宇宙 一秒兩秒一個宇宙 不停不停穿穿穿穿 他就穿過了 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他有穿過二元世界 就是二元世界就是 好像卡通片的世界 然後還有一個穿了去 一個好像 一些顏料的世界 然後也穿了去未來 甚至乎回去了 諸羅紀時代 也有 他跳得很快 但是環繞也是 紐約那個地區 所以到最後他也是 落腳點 最後去了那個宇宙 就是838 就是光明會那個宇宙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在戲裡頭 那個最後宇宙那個 那個其實也是紐約 落腳點 他的拍法 他那裡轉得很快 以及不停刺激你的眼球 不停刺激你的眼球 很多很多的東西 不停在變換 甚至乎他也都 看廣告也有 Doctor Strings的臉 就變了一些方塊 他切開了 那裡的特技不錯 還有他中間有一場打氣 就是 他自己 PRIME Doctor Strings 以及另外 黑化了 Doctor Strings 對打 那場戲 他不是用一些音符來打嗎 那場很特別的 音符 有人笑 其實他用一些音符來打 有些像綠子琴翁 彈琴出來 是 最後彈剩一顆 這樣射出來 最後一顆射出來 那裡有很多人笑 那個位置 那裡 因為 我沒有想過他用音符來打 而他用音符來打的時候 你聽回那個聲效 其實他們是在播一些 classical music 是用不同 classical music 這樣來打撞 然後最後 他回歸原點 用一顆音 打撞下去 就砰 整個爆開了 那一幕我覺得是不錯 挺好看的 還有你一定要有 好的聲效 你的意思是道比板 立體聲 轉來轉去 走來走去 左右 前後 這樣 其實是很過癮 那一幕是看得很精彩 很精彩 上心悅目 好的 阿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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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Dr.Sing 我比較是看特技效果 整個由頭到尾 因為 你要配合Wanda的魔法 和她本身的能力 所以整部的特技 比過往 特技效果 應該比過往 所以MARVEL的東西是多的 你的眼球 要閃得快 你都非常刺激 嗯嗯嗯嗯 有看得頭暈 基本上是沒有暈的 但因為 他變化和速度是很快的 很快 因為魔法和法力之間 那個交融點是很多的 你要看到他 因為 德克星是用 這個 他不是他 德克星是用魔法 Wanda用魔法 Wanda用魔法 Wanda用這種黑化的魔法 兩種不同的光 一種暗的東西出現 你要交替之下 那個特技是做得很清楚的 你看到 Wanda那個 雖然他用紅 但你會看到他 是很沉屈 很憂傷的 這種顏色 他打出來 不是 只是 黑黑黑做了給你的 你看到 你看到 他跟Dr.Sing之後 有時候 將整個環境 變成很陰沉的紅 那個沉 你看到很鮮明 但不是血紅 是一種很哀傷的紅 代表他的內心 是非常憤怒 很悲傷 需要去填補 這種顏色 他能夠做到 不是偶然的事 他用這種顏色配對 我是未想過的 因為你看到 你看到 這不是鮮紅 不是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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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血淋淋的東西 你看到他 是哀傷 是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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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認識 我未欣賞過 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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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鮮紅 因為獨立看不到 但他整個特技 令到 加上Wanda 那個人出來 你看到這個顏色 是跟他很配 這是我從來未見過 這種特技 而且這種配搭 我未見過 他用這種顏色 那些很鮮紅 又黃又金 代表他本身的性格 所以是光明 你代表了 但Wanda 那種代表他 陰沉 黑暗 很少見到這種顏色 你看到 沒有一種 不對的感覺 你覺得 跟Wanda 整個人 是很配搭 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特別的特技 而且他用這種顏色 真的很配搭 你看到他 從頭到尾 這個特技 他配出來 你要想一下 Wanda 他修煉了一本書 能力很大 他能夠控制多重 黑暗神書 他可以控制多重宇宙的他 這個也是厲害的 你記不記得 他在那邊的宇宙 控制那邊的Wanda 是不是 這個特技上 你的配合 你看到 好像一個電視畫面 很多螢幕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這個 你見到 他的表達出來 是 好像 有些像 MATRIX 有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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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特別的 電腦 或者他的思想的控制 但是 最特別的就是 Dr.Strain 和黑化組的對角 剛才你用音符的那個 但是我反而 我對音符的 我不是太理解 為什麼他用音符的 但問題是 他兩個沉默 正常的就是 用光和暗的對比 用正常的 用正常化的 但我老實說 我比較欣賞黑化組的 那個型很多 不知為什麼 可能我衰 正常的那個 看得太多 但是黑化的那個 我覺得也有型的 所以你說如果 故事線有一個黑化的 我也很想看 不過這個 在多重宇宙的 動畫裡面 其實有提及過 What If的動畫 這個Dr.Strain 黑化的那個 下場是不好的 最後他是 應該不是同一個人 應該不是同一個人 不是同一個人 他這個黑化了 那個Dr.Strain 其實他是兩個 兩個宇宙 就是兩個宇宙相撞了 那個Incursion 發生了之後 剩下的Dr.Strain 所以你看到 你去到那個 那個場口那裡 那些大下 是在天上飛來飛去的 然後那些人是死了 沒有了生物的 但是就 只有Dr.Strain 在那裡 而他拿著那本 黑暗神書 就在他的手上 那麼 那個宇宙其實已經是毀滅了的 就是他 是 兩個雙撞 Incursion 完了之後 剩下的產物 因為我以為是 那個動畫裡面 邪惡的Dr.Strain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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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他會有 那隻眼呢 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因為他用過這個 黑暗神書 黑暗神書 是會 令到他們 會魔化了 為什麼 會魔化了 就是因為他 用了黑暗神書 而 你看見 結束 他開了 Primary 616 那個Dr.Strain 他開了一隻眼 為什麼會開了呢 是因為他也用過黑暗神書 這是後遺症來的 這是後遺症來的 因為我以為 當初他用過黑暗神書 為什麼他沒事呢 因為 我以為是因為 用完之後 將那個力量 化了出去 給他那邊 那個死屍 Dr.Strain 之後 就沒有了 原來還會停留在他身體裡面 因為我起初還以為 原來沒有了 他跟Wanda 但Wanda 又沒有第三項 但是整個人 他就魔化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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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怎麼說 你如果看回電視劇 Wanda Vision 那裡 他後來 就是離開了 是嗎 離開了 他拿了黑暗神書 而 他的兩個兒子沒有了 Vision沒有了 他要接受 但是 黑暗神書 是把他這個欲望 拉出來 把他兩個兒子 想找回那兩個兒子的欲望 拉出來 就是黑暗神書 令他魔化了 因為 為什麼Wanda 要去找多重宇宙的力量 因為 他相信 這麼多重宇宙 總有一個宇宙 是有兩個兒子的 他相信 沒錯 大問題 Dr.Strain 經常跟他說 這是你創造出來的 你不會存在的 但是他不相信 他相信總有一個宇宙 他有兩個兒子 總會跟他重逢 是 這是黑暗神書 給他的慾望 和信念 就是我不可以用信念 沒錯 那 Sunny 可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 你會看《WandaVision》 所以我就很期待 黑暗神書 令他有多大的魔力 因為你看完那個電視劇 沒有描述到的 描述他會去修煉 其實這套電視劇 其實這套電視劇 其實有兩個主子 如果從故事角度去說 你兩個主角 一個是 其實是兩個半 我當他們兩個半 我當他們兩個半 一個是 Dr. Strange 另一個就是 Wanda 另一個就是 美國小姐 其實美國小姐是客串的 就是他最後打字幕 所以我不是用半個 打字幕是說他是客串的 所以我為什麼用半個 OK 其實 整套電視劇 整套電視劇的主子 就是在說一件事 叫遺憾 Dr. Strange 因為他拯救世界 他失去了 他和他自愛 而看著他自愛的人 去嫁給另一個人 這是一個遺憾 Wanda 他自從那件事之後 接著沒有了兩個兒子 他自己也知道 這個是他創造出來的兩個兒子 他也很渴望有一個家庭 有兩個兒子 但是他沒有 他唯有就是 通過黑暗神書 去到不同的宇宙 去找那兩個兒子 就好像正如剛才阿Sun所說的 是一種慾望來的 而對他來說 這是一個遺憾 因為他那兩個兒子消失了 嗯 所以是一個遺憾來的 但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遺憾 但是問題 你的取決 你的 你的 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Dr. Strange 你看回一開始 他是去 那個婚禮 如果切身處地 你去你前度的婚禮 而你還是很愛他的 你是一個怎樣的心態 給我 我是不敢去的 你不敢去 但是他去嘛 他去到 他去到的時候 跟著他 他就默默遠距離 看著他 看著他 是沒有任何交流的 直到 Christine 去酒吧那時候 那時候才是開始有些交流 他直接問他 他說 為什麼 你會離開我的 不跟我在一起 不是 不是 Dr. Strange 主動接觸他 他就反過來 是 他 其實沒有所謂 總之是一個交流 但是 Dr. Strange 在那個時刻 問他這個問題 你覺得 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去問這個問題 在別人結婚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離開我的 而 那女方 Kristine 回答他什麼 他說 他 他說 你倆不同 因為 Dr. Strange 永遠是做殺手術刀那個 他永遠是做主導的 是的 他原文 就是 他說 You always have to be the one holding the knife 拿著手術刀那個 那我 我一開始聽 不明白什麼意思 那我後來回到他 找資料 原來他意思就是 他說什麼呢 Dr. Strange 是一個很自負的人 什麼都可以 主觀 是的 他可以操控在他手上 但是有些事情其實 你不可以操控在你手上 第二 他可能曾經是愛過他 但是他發覺他不適合他 他不是想找一個這樣的人 那所以他就寧願選了 第二個和第二個結婚 都沒有跟他結婚 但是對Dr. Strange 來說 這是一個遺憾 就是很多時候 分手了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結果 但是你當你知道結果的時候 你又很心痛 他其實就在這個狀態當中 是很心痛 他仍然還在愛 Christine 所以到最後 他就打贏了 黑化了那個 Dr. Strange 就是三眼 Dr. Strange 然後跟 Christine 說什麼 他說 I always love you in every universe 大概差不多 就是說 我是愛你 甚至乎是每一個宇宙的你 我都愛 你想想他是愛得多深 但是問題在哪裡 他是放手了 就是他接受了現實 接受了這個遺憾 那他後來 他就收復了那隻手錶 然後把那隻手錶 好好地 收起來 收起來 即是說什麼 他是放下了 他的遺憾 這個遺憾 在Dr. Strange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而你反觀看 Wanda 他是有遺憾 就是因為 那兩個孩子消失了 好像是放不下 他放不下 所以他這個執著 這個執著 就是通過了黑暗神書 去找不同的宇宙 去找另外的他 的孩子 而他為什麼要抓 美國小姐 就因為美國小姐 他有能力穿越不同的宇宙 既然有黑暗神書 你可以穿越不同的宇宙 為什麼你還要抓美國小姐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通過了這個黑暗神書 穿越不同的宇宙 的時候 會造成了 Incursion 即是說 兩個不同的地球 會越拉越近 甚至乎會被撞擊 毀滅 而避免這件事 唯一的方法 就隨便一個 宇宙的地球滅亡 避免了這個Incursion 否則 你兩個一起這樣撞 就會兩個宇宙都會滅亡 所以 為了他達成他的目的 他要穿過不同的宇宙 他就一定要抓到美國小姐 因為美國小姐 能夠穿越不同的宇宙的能力 是天生的 是自然的 而不會影響到發生這個Incursion 而這個Incursion 多元宇宙的Incursion 他為了達成他的目的 他甚至和智慎會說 你交了給我 我就不會在你面前再出現 但是他不想 不想那個美國小姐 犧牲 所以他就一定要保護 保護美國小姐 而說回 Wanda 他最後 甚至乎 他大開殺戒 光明會 所有 最大顆的全部殺了 他們是打倒Fernum 都殺了 在他的宇宙 你可想而知 Wanda 他的能力 是Advanger 是屯滅的 是屯滅的 可以殺了 他的能力應該去到這樣 是一種 是一種 怎麼說 是最厲害的能力 而他 想要的是一個Family 是兩個小孩 都做不到 那 舉個例子 你也有兩個小孩 是不是 那 這個就是普通人能夠有的東西 但是對他來說 一個這麼有power的人 都得不到 那他的心態會是怎樣 而到最後 他 就是自尊心會受到打擊 自尊心受到打擊 本來是很自負的一個人 就是很有錢的人 但是原來他沒有後代 不是很有錢的人 普羅大宗 是可以有後代的 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庭 遺憾 這個也是 我用這樣 就是遺憾 這種就是遺憾 這種就是一種遺憾 到最後 打擊他的 打擊Warner 這個 這個Wander 並不是Doctor Strange 初初 當然想說 Doctor Strange怎樣打擊他 但是到最後你看到結局 不是Doctor Strange打擊他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美國小姐 沒錯 美國小姐 就是開了一條路 用他最想要的東西 來打擊他 所以是他自己 用Wander 自己打回他自己 其實是否用回自己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他其實說到 就算你是一個超級英雄也好 人總會有一個弱點 弱點可能是他的家人 可能是某些東西 是他在乎的 到最後 其實是用他最在乎的東西 來打擊他 沒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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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相信 他重拍 其實就是用這樣的結局 就是 之前可能是Doctor Strange 和美國小姐 合力打擊他 這樣就很平淡 沒錯 還是用這個結局 來打擊他自己 而後來 而後來 因為那兩個小孩 看到他這個造型 這個Scarlar Switch 像他媽媽 但是不是他媽媽 不是他媽媽 沒錯 因為他媽媽也在場 就是那兩個小孩 Tommy和Billy 那兩個小孩的媽媽 都在場 那 而 他們兩個 是非常之害怕他 他 甚至乎拿東西扔他 是不是 那兩個小孩害怕他 就是 你像我媽媽 但是你不是我媽 那我當然是對你有敵意 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重大的打擊 因為他就是想得到這兩個小孩 他想和他們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但是他的夢想 幻滅了 因為那兩個小孩已經害怕他 他是一個很絕望的 所以後來他就在那個宇宙當中 就跪下了 而Wander 另外一個Wander 就是那兩個小孩的媽媽的Wander 就是走過去摸摸他的臉 那他也跟他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Know that they will be loved 就是說 他們會被關 被愛 被愛 就是說 你不用擔心 你 就是 這兩個小孩 我是會很疼他們 我也知道你是很疼 就是你是很愛 為什麼這個Wander 會知道呢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一開始 是一個 他暗示了一件事就是說 是一個夢境 其實這個Wander 他也會夢到 這個Wander的痛苦 因為你 一開始 Dr. String 那個叫Defender String 就和美國小姐一直走 在一個魔幻的空間 走去那本書那裡 那本叫圍山 圍山帝書 就要拿那本書來對付那個怪物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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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哪裡 那 那個 為什麼他會發生夢 其實這個不是夢 是真的發生 只不過在第二個宇宙裡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 在不同的宇宙當中 不同的Dr. String 其實當他睡著的時候 和另一個宇宙其實會有關聯的 就是通過的一個夢 像夢遊 但是其實又不是 對他來說 是一個夢 但是其實 是另一個宇宙發生的事情 是一個橋樑 沒錯 是一個 是一個 他知道了 但是對Prime來說 這個是我每晚在做一個夢 可能是一個惡夢 但是原來在另一個宇宙 是真的 另一個我 是在發生著 同一件事 就是在發生著這件事 是真真實實地發生的 所以後來他見到 美國小姐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Do I know you? 我認識你嗎? 因為他在我夢中見過美國小姐 所以相對地 Wander 在那個世界的Wander 晚上一發夢 是都會見到他 是都會見到他 而在這個Prime的Wander 他一開始就看到 和那兩個小孩在做蛋糕 那兩個小孩在偷吃巧克力 這個Wander 是在發夢見到那裡 就是說連連相扣 Wander 會見到第二個宇宙的Wander 所在做的事 但是是一個夢 所以相對地 他都會見到這個Wander 所經歷過的痛苦 所以後來為什麼在結尾 他會走過去摸他的臉 告訴他 你放心 在你的宇宙是一個遺憾 但是在這個宇宙 是彌補你的遺憾 這兩個小孩 是會好好地被關愛 所以其實整套東西是在說 遺憾 而這個遺憾 你怎麼去走這條路呢 你怎麼去放下它呢 你不放下它是一種執著 你不停地受到痛苦 你放下它 你有另一個人生 所以在Doctor Strange 最後為什麼彩蛋 Claire會出來 原來在漫畫裡 Claire是她的學生 是她的情人 是她的老婆 就是說 Christine已經放下了 另外一個新的感情 將會出現 而在彩蛋上 所以為什麼 Claire一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都拍了手掌 因為她全套紫色衣服 之前也有傳過 Charlotte 那個叫什麼 Charlotte 她是會演這個角色 所以彩蛋一出來 短短一分鐘都不夠 真的拍了手掌 30秒 30秒 拍了手掌 全場歡呼 這個就是 主旨是遺憾 至於美國小姐 雖然她是客串 其實她出很多 但是她 她寫客串 她寫客串的原因 她收了客串的貶籌 但是做到配角的 這樣 她也有遺憾 因為她 不知道她自己的能力 在她的宇宙 不知道她的能力 原來是有這種穿越的能力 令到她 不知道是父母還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如何稱呼她們 兩個媽媽 兩個媽媽 就不知道 失落了去哪裡 去哪個宇宙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因為她當時的能力 沒有辦法控制到 因為她害怕才會 沒錯 所以她去哪個宇宙 她是不知道的 她經常去走 去找他們 沒錯 但是她曾經跟 Dr. String說過 好像是不是她跟 她想過 他們可能是死了 但是 Dr. String說 他們不會死的 你不要放棄 你繼續去找他們 不過 你現在在智政所裡 學一下魔法先 就是說 將來 她有可能會成為 Dr. String 的徒弟 第二 她也都會是 在漫畫裡 她會成為 Young Avenger 的其中一員 所以其實現在是在鋪路 你看見 Hawk Eye 交接了 是的 他的目標 跟著 那兩 看看 總之就是下一代 其實現在一直在鋪路 慢慢慢慢地出來 就是他們正在安排 接下來會有 Iron Man Armor 不知道是什麼系列出來 不是 不是 他TV系列就是有 War Machine 是的 但是這些都是屬於老一輩的 那他 新的那個就叫Iron Heart 那他其實一直在慢慢地鋪 就是為了將來 就是 你看看Adventure 都鋪了十年 那何況這個 就繼續慢慢鋪 又鋪了十年 還有 舒克呢 還有舒克呢 那他也是在鋪下一代而已 就是因為以前那些 不可以再拍的了 那他也要安排下一代 那他現在就是在做這件事 身果相傳 是的 身果相傳 那說回剛才美國小姐那裡 因為他那個 媽媽對她來說是一個遺憾 但是Dr. Strink給她一個希望 你兩個媽媽其實還沒死的 你努力給她一個希望 給她一個希望 還有他最後落腳點 是來了這個宇宙 來了這個宇宙 嗯 那這個就是整個Dr. Strink的故事 就是第二集這個故事 還有Wanda最後的結局 嗯 嗯 他不是那個塔 塌下來的 是的 是的 那個叫做 萬達喬山 他塌下來 那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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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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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神廟還是祭壇呢 墜下來 但是沒說到他會死的 所以 應該將來他會 會重新有一個 有一個形象出回來的 就是他由魔化 就洗白了,再出來,就會有另一個形象 到時看看Marvel會怎樣寫 大致上,這套戲真的值得看 但是你要看很多之前的東西,你才會看得明白 你看到裡面,那個名會裡面 如果大家有看漫畫《深水清歌》 他是拿回原裝漫畫版黃色的 不是你電影看的那一部 不是那輪椅,是那輪椅 是那一部黃色的車,你留意的是 人們這麼喜歡,因為他真的拿回原裝版的樣子出來 還有《Fantasy 4》那套衣服 都是原裝版的,他穿著顏料和造型出來的 所以其實整個東西是很有歸屬 所以為何Dr.Shane說,你們是六十年代的 為什麼?因為那套漫畫出來的造型是六十年代的 我不知道《Fantasy 4》那套衣服是怎樣的 因為他對我來說,那套衣服是比較不太熟 但是《Fantasy 4》那套衣服 肯定是在動畫裡面變出來的 不是原裝漫畫有的 那《Fantasy 4》那套衣服 你知道,是《Safe Warder》那套衣服 那套衣服 你也知道 我不是跟你說過,他要看《What If》 就知道為什麼他會出現 在另一個多重宇宙出現 就是因為在動畫裡面 他進了那個機器 就是打了那些藥 就變成了他 那《Safe Warder》就沒有進去 但是就變成了 Captain Carter 冰封了七十年那個 就不是他 所以現在就會有 這套衣服就有Captain Carter出現 你要看回那個動畫你就知道了 阿Sunny 不,不,不,在吸收 還有,這套衣服其實是有突破的 因為你如果在迪士尼那些 就是Marvel電影 你不可以太血腥暴力 但是這套有 光明會你看看那幾個 爆頭的爆頭 扭頸的扭頸 斷腰就斷腰 難腰斬開 喂,這個是 你不會在Marvel的電影當中看到的 這是一個突破來的 是啊 那一幕我都覺得 他竟然會難腰斬 但是我一看了 他不是給你看完 但是有些 其實你都知道是難腰的 其實是意識形態 即是他又不是靠近 爆頭的就靠近了 爆頭的就靠近了 他不是自個版權的 我相信Professor X X-Man和這套 他們接下來都會逐漸拍的 你不是的,因為你一定要拍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多重宇宙 接下來是會有 就是剛才不是說 Incursion 兩個 相撞的 他接下來的終極就是 其實應該在玩這個 因為你多重宇宙 你再發展下去 你玩到最大的 就是這個 你兩邊 其實這是很深層意義的 你兩邊各自是大家的英雄 但是你要去毀滅人家的地球 你想想 這個是一個很深層的意義 因為Professor X-Man來到的時候 他們說為什麼這麼害怕 Professor X-Man來到呢 是的 他已經有說 因為兩個一交融 就會有毀滅的情況 是的 所以他們盡量 就是要避免這件事發生 是的 就不讓有多重宇宙的人走來走去 因為他一跳過這個宇宙 地球兩邊就會開始 就有橋樑融合了 就會變成了 是的 兩個宇宙 一向同一個方向 不是同一個方向 是大家越來越是覺的時候就會崩潰的 是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光明里面說明 就是很害怕這件事 一定要阻止不想它發生的 是的 那 即是 接下來 都是 可能十年之後的 Marvel 的Avenger 就是在說這一個 的Incursion 嗯 那麼 拭目以待 還有你想想它兩個宇宙 你是不是更加多的人物 出現 才打 那是角色 你要有齊這些角色 你才可以 可以打的 如果不是小貓三四隻 怎麼打 所以它有時間鋪的了 十年了 多重宇宙都是剛剛開始的 嗯 十年了 有時間賺 哈哈哈哈 大家 大家拭目以待 漫畫迷 Marvel迷 是的 這集 過關了很久了 大家都說到慶高采烈 就是 最後一句 好啊 IMAX值不值得看 3D版 值不值得多給5皮入場 值得 香港的觀眾 多給40皮 值得 我覺得是值得的 3D值得 是的 他那個特技 上天 飛天頓地 其實都幾次幾個月前 蜘蛛俠 但是做得更漂亮 這樣 值得的 嗯 值得 好了 這集先說到這麼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 多謝收聽收睇 新來講電影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